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汉字藏天机,我是梓君》 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讲过 曹雪芹写《红楼梦》 无论是书名、人名、地名 处处都隐藏着他的心意 是为了在末世的时候叫醒世人 《红楼梦》也叫石头机 说的是女窝宝天剩下的一块石头 在人间经历的故事 我们在上一集提到 古人认为的天是指人的灵魂、人的神圣 天出现了一个窟窿 所以要去补天、补留 那天,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窟窿呢? 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讲这个话题 根据神话传说 天出现了窟窿的原因 是贡公撞断了不周山 不周山是天地的支柱之一 撞断了之后,天因此而大漏 所以女窝就要练五彩石来补天 五彩石是指由五行构成的五行石 西游记里面 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之下 也是指五行构成的三界 古人记载时间是用天干地支 十天干配十二地支 六十为一甲子 为一大循环 干和支都是蜜落 是天地之间的循环蜜落 干是干蜜 主蜜 支是支蜜 十天干是十大主蜜 在天 十二地支是十二支蜜 在地,亦都称为龙蜜 天干地支的大循环 是天地的周天循环 人世间的蜜蜜 都在其中循环 生生不息 如果循环断裂了 天地蜜蜜就将会毁灭 据说不周山原来是周山 是天地循环对应和合之山 在撞断了之后 才称为不周山 山是大地龙蜜的重要位置所在 不周山是地蜜和天蜜 对应循环的重要节点 也就是天地的大周天循环的重要月位所在 不周山断裂 天地的循环就会出现大漏 人间的漫蜜也即将毁灭 所以就有女窩提炼五行以保留 称为保天 是指修保天地的周天 曹雪芹引用了女窩保天的故事 也都是寓意 人类到了抹劫时期 人类的道德下滑 需要提升道德以保天保留 才能够度过大劫 人类的道德为什么会下滑呢 抹劫时期人类的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上一集说过 《红楼梦》开篇的第一回已经写明 石头记缘起记明 安那石上书云 当日地陷东南 这是抹劫时期的天象 作者在这里用地陷东南 很远转地告诉人 天地都出现了问题 在上古时期 关于大洪水 有共公怒撞不周山 天柱断 四围乱 天侵西北 地陷东南的讲法 很多人不明白这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种描写 在《山海经》里也有记载 《山海经》记载的有一些事 是另外空间 或人类史前时期发生的事 那我们就从这角度来解读一下 共公怒撞不周山 天柱断 四围乱 天经西北 地陷东南 到底是一件什么事? 如果站在地球的基点 看银河系的运动轨迹 正解的乐书 应该是将两边的数字左右互换 基点如果错了 很多古书都会看不明白 在乐书的方位里面 2位于东南 4位于西南 6位于东北 8位于西北 这几个都是变位 是阴的正位 第一个阴的正位是2位 表象为分裂 是初始阶段 纵向空间和横向空间同时分裂 亦都是两横两竖双交 变成共字头 阴的末位于8位结束 表示开始的共字头 加上表示结束的8字 就是一个共字 阴的正位行完之后 最后归于5位 5为土 回归于土 土居中 亦都称之为中土 在乐书里面 5为土 为中心之数 这个就是阴的运行周期 2、4、6、8归于5 所以 阴的运行 产生出来的名字 就叫做中共 这个就是用乐书 解读中共的由来 亦都说明了 中共是末杰时期 必然出现的天象 我们看回中共的法家史 中共在中国 是起于移毁东南方 在浙江家庆 南湖的游船上正式成立 它从地里走出 人间的地 就沦陷在它的魔掌之下 这是地陷东南 中共壮大于乐书的四位 浙江的西南方 江西井江山 在这里 他们发展了武装 被打到就快断气时 就串到了西北延安 久延残存 安全感度过劍难之后 又重新壮大起来 大搞各种运动 鼓吹无神轮 于是中国人 就失去了神圣上的精神支柱 天柱就断了 这就是天柱断 然后邪见四起 人的行为失去江上 传统文化被破坏 四位大乱 这就是四位乱 人失去了神的护友 中国人的天就傾覆了 因为中共在乐书的八位西北延安 绝地魔化而生 所以叫天柜西北 后来中共占领了乐书内的六位东北 这是从一到七的成长方位 是它顺风顺水的时候 在中共的整个所谓革命的过程之中 以搞乱推翻国民政府为目的 一直暗中在国统区 操纵和鼓动 搞各种工人运动 那些就正是被中共一手操纵的工人 所以叫做共工 这就是中共天道因素的云数和历史渊源 正好就吻合了共工怒状北周山 天柱断四围乱 天径西北 地陷东南这件事 世人在中共的祸乱之下 道德下滑 人类走向没势 只有提升道德 才能走过历史的大劫 所以 《红能梦》的作者 用女窝保天的故事 画龙点睛 换穿全局 可谓用心良苦 正如他所写 《满子方堂言一把身酸泪》 《刀魂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们再来看看书中的人名 亦不难看出曹雪芹的用心 例如假冒的父亲史顶 顶是身 史顶有史身的意思 末劫时期的这段历史 为历史之身 史顶是史后 又通时后 从史顶和假冒史太君的妇女关系来看 应该就是比喻 中共红朝兴起的时候 是在民国时期 史太君是史后之女 就是说在她之后的时候 她名为假冒 实际上是指民国以后的时期 比喻49年以后中共红朝的历史 时间是历史的主人 根据这层意思 红朝的这段历史在书中被人格化处理 用了假府的最高主人 史太君 假冒来表示 而假家的人名也很有意思 曹雪芹首先要说明的就是书中所写都是假冒 不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而这个假冒是将来末世红朝的预演 所以假冒之意就用了假母的长子 假冒来表现 假冒国语读假冒 和假冒同音 而冒字是由赤匪的赤字 加上反对传统文化的反文旁来表象 寓意的就是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赤匪 中共执政的末世红朝 红朝根本上是从假处理 以假作真 以方言治国 处处都充满着虚假 是实实在在的假语村 红楼梦清晰地描写了假语村的升官之路 其实就是将人变成鬼的过程 这个过程与历史的正朝有所不同 所以称之为假证 而假证的这个内涵 就由假府的赤子假证来表现 这几点名料之后 对于书中的其他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 曹雪勤写红楼梦 《依在省世》 书中的故事实际上是预演了当今熊朝 而博触导人的好料歌就是在点误世人 要从世间的迷中梦醒 《红楼梦》全世只有八十回 所以很多人物的结局都是一个迷 只有书中一开始就点明了 假寶玉已经返回了天界 那宝玉到底是怎么回去呢? 书中并没有详细说 其实寓意就是 到了抹劫时期 每个人的最终命运的结局 要由自己去写 面对抹劫乱世的中熊熊摩 人自己的选择 就决定了自己未来的结局 所以《红楼梦》中 《因时隐心中切悟》之后 对《好料歌》的注解就是 《乱凶凶》 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映他乡是故乡 甚是荒唐 到头来 都是为他人作戒衣裳 最后《因时隐》终于明白 将人间当成故乡 当成自己的家 甚是荒唐 到最后 都是为真正反本归真的人 在铺垫回家之路 抹劫乱世 红尘愚梦 我们真正要走的路 到底是什么呢? 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红楼梦》中 找到自己的答案 好了 这期关于《红楼梦》的节目 就谈到这里 多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有朋友需要看《国语版》 可以搜索《金泉汉世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点赞、订阅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多谢大家支持 我是梓君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